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三本的頻道 我也在這個頻道分享股票投資判斷方法以及儲股標的 希望大家可以藉此獲得一些理財知識 找人邁向財富自由 做自己想做的事 感謝股友以及頻道會員的支持 肯定三本的付出與價值 你們的鼓勵是我最大的創作動力 今天的影片藉由股價、視況、連化、報酬率、經營、績效、殖利率 這些指標的加權 帶大家瞭解兩檔優秀的金融股 分數越高表示這一檔金融股在各項指標上表現優秀 越有可能成為存股的標的 這次的介紹包含台信金以及台中銀 影片的後段也會評估以上股票的便宜價區階 以及每月加薪1萬元所需的張數以及成本 在影片開始之前 別忘了在影片下方按個喜歡 並且訂閱這個頻道和按下小鈴鐺後打開全部通知 這樣一來就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三本的投資分享 金融股在去年因為政治、地緣、疫情等問題 獲利從高檔到低點修正幅度相當多 擺脫去年疫情的影響 今年台信金獲利大幅度提升 台中銀的獲利則是保持穩定 金融股2023年前5月的稅後EPS都已經公布 我們可以從表格看到 台信金前5月稅後EPS0.55元 較去年同期增加161.9% 非常驚人 而台中銀前5月稅後EPS0.47元 較去年同期增加6.82% 台信金獲利情況持續看好 而台中銀在去年金融股都表現不好時 獲利還是非常平穩 沒受到太大的影響 到了今年獲利還是非常穩定 可以說是存股族的優選金融股之一 接下來我們來看股價的事況 一般在評斷股價時 最常使用兩個衡量指標為本益比和股價的禁止比 一般本益比越低 代表公司目前賺取盈餘的速度越快 可以越快回收投入的資本 而股價的禁止比越低 越有可能股價被利估 我們可從表格中得知 這兩家金融股中 以目前台信金股價19元 台中銀股價14.9元 台中銀的本益比較低為13.5 禁止比也是台中銀較低為1.05 以目前台信金的本益比以及股價的禁止比 分別落在3分以及7分的區段 總分為10分 同樣的以目前台中銀的本益比 以及股價的禁止比 分別落在3分以及7分的區段 總分為10分 所以目前股價事關來看 兩檔金融股表現相近 也可搭配影片後方講述到的股票值利率來做一個參考 簡介著我們審視兩家金控的長期表現 如上表所示 假設我們一開始在2012年到2023年間進行投資 一開始投資30萬元 之後每個月再從吸水中拿出6000元定期定額投資兩家金控 一年投入72000元直到2023年 這12年中我們從投資116.4萬 到最後我們的台信金股票價值為315.8萬 總報酬率為171.3% 台中銀股票價值312.1萬 總報酬率為168.2% 連化報酬率分別為8.7%以及8.6% 我們可以發現台信金以及台中銀的長期績效很接近 也表現得很好 兩家的連化報酬率都高於7% 得分為20分 緊接著我們來看殖利率的比較 在近五年兩大金控的現金股利 以及股票股利配發金額 以台中銀配發出的平均殖利率6.1% 高於台信金的5.94% 有表上可以清楚得知 如果喜歡股票現金雙縮的存股族 可關注這兩家金控 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比較平均 台信金分別配發0.55元以及0.36元 算是不錯的表現 而台中銀近五年來也是配發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 分別為0.27元以及0.48元 再來我們來看今年的股利分發狀況 以2022年台信金EPS1.09元 配發現金股利0.51元以及股票股利0.42元 盈餘分配率為85.3% 以2022年台中銀EPS1.12元 配發現金股利0.3元以及股票股利0.42元 盈餘分配率為64.3% 兩家金融股盈餘分配率是台信金較為優秀 而以殖利率加權計算 台信金殖利率落在5.94% 盈餘分配率85.3% 所以加權得分為10分以及15分 而台中銀殖利率6.1% 盈餘分配率64.3% 所以加權得分為15分以及10分 那如果根據2022年股利分派 想靠台信金或台中銀每月加薪1萬元為目標 我們的張數以及金額要準備多少 如表格所示 如果我們想每月加薪1萬元 則需要買入台信金101張 或者買入台中銀128張 總投資金額分別需要192.4萬元以及190.7萬元 這樣每個月就會有1萬元的被動收入可供隨意應用 兩檔金融股所需的投資總額不同 原因在於所配發的股利不同 所需的成本也不一樣 同樣1萬元的被動收入 他終於所花費的成本較低一些 既然已經得知兩檔金融股的事況 接下來就是如何尋找佈局點 也就是如何判定股票的便宜價 合理價 昂貴價 因為台信金有配發股票鼓勵 所以就得使用還原殖利率的方法來計算價格區間 目前台信金股價19元 便宜價 合理價 昂貴價分別為14.6元 17.8元以及23元 目前台信金的股價落在 合理至昂貴價區間 便宜 合理 昂貴價 是由三本所建立的精算共識 考量現金鼓勵 以及股票鼓勵計算得出 如果你想了解00878 00713 或者金融股的便宜 合理 昂貴價 我在會員頻道作為投資表可以參考 也會有比較多的描述 而台中銀股價14.9元 便宜價 合理價 昂貴價分別為10.6元 14.2元以及20.7元 目前台中銀的股價落在 合理至昂貴價區間 若以股價區間加權計算 台中銀的股價落在 合理至昂貴價區間 加權得分為10分 而台中銀的股價同樣落在 合理至昂貴價區間 加權得分為10分 最後我們來看兩檔股票的加權總分 台中銀為65分 台中銀也為65分 綜合以上各個指標來看 兩檔金融股皆在卓越區 那麼影響台中銀以及 台中銀投資區代的關鍵因素是什麼呢 答案在於股價區間 換句話說 就是台中銀以及台中銀的股價已慢慢偏高 若股價向下調整 則會借鉴偏向合理或者偏一價 相對於該股就會從卓越 慢慢調升到優秀 甚至是超群 那麼就更值得投資了 以上是三本的台中銀以及台中銀分析 如果你有什麼見解 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一起討論 如果覺得以上的影片有幫助到你 不妨幫我們按個讚 加入訂閱也分享給你身邊的好友 也許可以產生更多的話題 另外也可從影片欄下方的超級感謝中 藉由一點贊助來支持我們 讓我們持續提供更好的影片給螢幕前的你 最後三本來的頻道發布任何資料會議鍵 純粹資料整理 該不構成購買 出手 銷售任何投資 參與任何其他交易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你對影片有任何見解 歡迎在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點開小鈴鐺 我們將於每週三下午8點 準時發布新影片 我是三本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